不是飞结核,造成无数国人的肺结结以及其他病痛该怎么办 也就是除了癌症以外还有肺结结,还有其他的病痛 而追究他们的责任的时候,他说你是志愿的,没有人逼着你 那么多行贿受贿的中间的环节 那么多犯罪的部门以及人,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打官司,我们上哪儿找数据 形成的这个利益产业链为何不彻查 然后就提了又个问题,第一 科兴公司行贿国家干部事件传遍全网 为什么转眼之间就被网络彻底封杀 第二,科兴疫苗的安全性到底如何 从未公开告知卫宝 第三,科兴的第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公司 到底是日本软银公司还是泰国的某一个公司 为什么要隐瞒不告知 第四,到底什么人将14亿中国人的健康交到这么一个公司的手上 第五,到底有多少国人正在忍受科兴副作用的痛苦 第六,除了已知的引起肺部节节之外 还有失诊之外 科兴对人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是吧,很有意思的 说现在土工中国高层在忽悠一个东西 说把科兴这个事情就把它压下去了 因为它是洗包子的家族企业 然后你得找油头 就是日本金融现在对中国不友好 软银在全面撤出中国 然后把矛盾对着孙正义的软银公司 对着日本的资本